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欢迎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周二 法国劳工部长伊丽莎白伯恩在LCE电视台呼吁大幅增加公司的远程办公 以遏制法国的流行病复苏 面对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的威胁 法国政府正在加强卫生限制措施 为此 总理让卡斯泰在周一晚上宣布加强学校的卫生协议 开始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疫苗或暂时关闭disc舞厅 周二 劳工部长伊丽莎白伯恩应邀来到LCE电视台 他也呼吁雇主尽可能采取远程办公 他说 十天前我呼吁雇主重新动员起来 尊重健康防护措施和远程办公 效果已经很明显 下一步的目标是那些有条件进行远程办公却没有这样做的公司 对此 政府已经设定了每周两到三天的远程工作目标 为了确保公司能够执行 伊丽莎白伯恩宣布 在未来几周内检查将更加频繁 他说 我们已经要求劳动监察局将每月一千次的检查 提高到每月五千次 他强调说 这个措施的目的是加强远程办公措施的覆盖率 让员工尽可能地待在家里 同时 劳工部长警告说 受恢复卫生限制规定影响严重的机构 如disc舞厅 餐饮业等将得到政府的支持 例如将恢复disc舞厅的部分失业措施 周一 美国主要卫生机构说 即使是完全接种了疫苗的旅行者 也可能有感染和传播变种的风险 该机构已经制定了一份要避免前往的十个新国家名单 由于许多国家正面临着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世界各地的限制公告正在成倍增加 12月6号 星期一 美国当局要求其公民避免前往十几个新的国家 包括法国 意大利则对未接种疫苗的人实行了新的限制 尽管其危险程度仍然未知 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发现的奥密克隆变体仍然令卫生当局担忧 据法新社周一晚间从官方消息来源的报道 自世界卫生组织于2019年12月底报告疫情以来 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至少525万人死亡 根据这些资料 美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有近79万的官方记录 其次是巴西61.5万 印度47.3万 墨西哥29.5万和俄罗斯28.25万 世卫组织估计 考虑到与新冠肺炎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超额死亡率 该大流行病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可能高出已知的两至三倍 也就是1000万至1500万 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很明确 避免到法国旅行 在新变种奥密克戎威胁的假日到来之前 美国国务院将其对法国的警戒级别提高到四级 这是最高级别的警告 美国的主要卫生机构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说 鉴于法国目前的情况 即使是完全接种疫苗的旅行者 也有可能感染和传播变种的风险 法国和葡萄牙可能是接种疫苗推进的最好的欧洲国家 但他们都是这次警报的目标 该警报针对十几个新国家 包括欧洲的塞浦鲁斯 安道尔和列治敦士登 以及约旦和坦桑尼亚 接下来还会增加马里和斐济 那里在周一报告了第一例奥密克戎变体感染病例 近日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宣布重新开放 该博物馆馆长拉西米表示 除了目前由阿富汗塔利班保障博物馆的安全外 该博物馆没有其他变化 据美联社12月7号报道 拉西米透露 博物馆已于11月27号完全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开放 每天接待约50名至100名游客 其中部分职守的塔利班成员也会参观博物馆 一位塔利班成员表示 博物馆里的藏品记录了阿富汗的历史 对于能参观博物馆 他感到非常开心 今年8月15号 阿富汗塔利班控制该国首都喀布尔 随后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发布公告 恳请安保机构 国际机构和塔利班等相关人员 关注博物馆的安全问题 不要做出破坏或盗卖文物的行为 拉西米透露 博物馆方面与塔利班在8月18号进行了会面 塔利班方面承诺会保护该馆及馆内藏品 并计划派出一些武装人员在馆内巡逻防盗 拉西米表示 他对文物没有在混乱中受损感到庆幸 但他仍然担心博物馆员工和文物的安全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位于首都喀布尔市的西南部 该博物馆于1919年设立 1924年正式对外开放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共有两层 一层是11至16世纪的青铜和陶土文物展区 二层是佛教文物展区 两层之间的半层展出当地的木雕石雕和传统服饰 该博物馆在高峰期曾藏有超过10万件藏品 其中包括拥有4000年历史的青铜器时代金银器和2000多年前贵族留下的2万多件金饰等罕见藏品 拉西米表示 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体现出古时的阿富汗在文化交流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号 缅甸 经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来核准 原民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刑期均由4年减为2年 他们将不会移送监狱 而是继续在目前的住所内监禁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号 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使拍当地街道 一些警察在路边巡逻 继上月发生严重社会骚乱导致当地唐人街遭洗劫之后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局势6号又将迎来严峻的一天 反对派将发起新一轮反政府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 该国议会将就反对派针对总理提出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6号 伊朗首都德黑兰 应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邀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安全顾问塔农阿勒大西安 于6号访问伊朗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넣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